因为每个人能够承受的风险不太一样 所以适合的投资理财法也不太一样 从财经大小事聊到省钱小秘诀 一起打造属于你的理财金字塔 欢迎收听不管哪给我钱 大家好我是海青 我是强妮 最近有很多听众好奇问我们说 存钱存到100万 接下来要干嘛呢 这真的是一个蛮经典的话题 很深奥的问题 而且在网络上我也常常可以看到有相关的讨论 我觉得这听众的意思应该是存钱存到100万 这已经算是完成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旅程碑 那完成之后下一个目标应该要设定成什么 那要怎么去达成这样子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刚好我跟强妮也都有经历过这个时期 海青可能还好 虽然大家都知道你已经达成了 但是如果我这个年纪还没达成就有点可怕 也不会啊 那说到这个100万 记得我们才不久前在节目上也有聊 大学毕业的时候应该要有多少钱 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数字浮动应该是非常的大 因为家庭背景不一样嘛 加上成年之后就会发现 为什么大家都刚好毕业 可是我们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界 这是真的耶 你知道 因为可能国小啊国中 爸妈给零用钱再怎么样也都五百一千块吧 没看不出来贫富差距 到了大学的时候那真的很恐怖耶 对啊有些同学可能一个过年就领了五六万 然后每个月的零用钱都非常多 有机车有汽车 甚至一毕业爸妈就直接过户房产 那就都看得出贫富差距很大 所以难怪有人说啊 学投资不如好好学投胎 不过我跟海晴这个 已经来不及了 离投胎已经来不及了 对只好任命的学投资 没关系有人说结婚是第二次投胎 我们现在可以努力拼一下这个 我有听过这个说法 刚好啊我们都还没有结婚 听众应该也不用太气馁 我们就一起来努力 对我们就不开玩笑就回归正题 我自己认为啦 我们就是在存钱上面都是蛮认真的 就有这个目标就会一直想要去达成 生活上也都是拍满了工作 比较直深一点的听众应该知道这个故事 海晴在第二集吧 就是蛮早期的节目有分享他的伟大壮举 在21岁的年纪 超级年轻就完成了存款100万元的壮举 也没有到那么伟大 就是大家可以再回去找影片看一下 可是那个时候应该蛮尴尬 就是还很生疏 听众应该回去把那个影片播出来看 就知道为什么海晴是这样的意思 蛮多的YouTuber啊 可能都会做那种周年啊 或订阅的企划 就会看那个第一集第二集 然后就会捂着眼睛说 天呐 太尴尬 射死 完全不敢看 我们到时候也许三周年就做这个计划 可以来做一下 反正现在时间跟去年比又过了快一年 相信海晴的100万又往前累积了一些 对往前了一点点啦 因为还是有很努力的在存钱嘛 加上股票也还是有在操作 所以又是累积了一点点 往下一个100万前进 对 还没啦 还有点远 那虽然啊 现在通货膨胀 让我们身上的钱好像变得越来越小 不过大家应该还是认为100万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除非像海晴这种天赋异禀的 不然啊 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工作了好几年后才有办法存到100万元 确实是身边蛮多朋友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就是有些人可能工作了五六年 他们也是没有存到100万 可能是因为房租啊 吃饭 学贷这些就是占掉了很大的一款 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幸运啦 还是可以吃家里住家里 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 这个我就蛮有感的 因为刚刚说的我自己就是有学贷的 所以毕业就每个月要扣一点点钱再还学贷 然后加上我是北漂青年 所以每个月啊 我自己算是没有住很好 以前有跟听众分享过 鬼屋经历 对啊 但一个月也花了快一万在租屋上 还有加水店 也是蛮少的 可是这样一年也十二万了 你知道跟你比一年就少存了十二万块 如果有一些对生活品质比较追求的 他可能一个月住一万五之类的 那就可能跟你比就差了十八万元 所以说抢尼存到一百万才是真的伟大壮举 也没有很伟大 因为我想问你当初存到一百万的时候 有特别觉得开心或者是去庆祝吗 没有 因为我心目中真的觉得一百万 还是非常非常不够用 所以就觉得还是要继续努力 你是台北人但也是这样子的心情 跟我还蛮类似的 我记得我存到一百万的那一天 就觉得一百万了 就这样 你知道平常在外面看那个房屋的价格 就觉得连厕所都买不起 对啊 一百万也没有什么 还是乖乖任命继续努力好了 所以说有了一百万之后 到底应该要这么做 当然就是继续存下一个一百万 确实是蛮有道理的 再来就是存第三筒金 第四筒金这样存下去 我们的人生就这样被钱追着跑 虽然无奈 可是很现实 除非真的钱觉得存够了 不然我们中间还是需要买车啊 买房 结婚生子 或者是有些梦想想要达成 最终最终就是实现财务自由 然后可以提前退休 应该真的就是钱够的时候 对 但是只靠存的话 这样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 因为你有了第一筒金之后 其实你可以搭配几招加速的方法 让你的速度变得更快 这算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因为每个人能够承受的风险不太一样 所以适合的投资理财法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的贴心 为大家准备了五招 给能够承受不同风险的听众们 方法之间也没有好坏 就看你适合哪一种 这五招啊就是 活存 定存 储蓄 债券 股票和ETF 风险啊大致是由低到高 那报酬率也大概是由低到高这样排列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招就是 活存 报酬率大概在0到0.5%之间 那100万不管是放在银行账户没有动 或者是你把钞票领出来藏在枕头里面 都可以算是活存哦 这个就很适合完全没有办法承受风险的保守一组 他觉得我有钱就要马上能够提出来用 看到钱的感觉真好 那就可以选择活存 不过我们也知道通货膨胀是真的很可怕 钱就是会变越来越小 那我们就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给大家听 就是最近你可能吃个便当 买份鸡排加个蛋 喝杯饮料都会贵个5到10块 我现在吃鸡排饭我看外面都要120-130 对以前50块就可以买到真奶跟鸡排 你现在连一杯真奶都买不起了 对可能要比较便宜一点的真奶才是50块 不然就更贵了 你只能喝奶精的真奶 等我们存到不知道第几桶金的时候 可能50块就是喝一杯红茶而已 对连奶精的真奶都喝不起 那我们就来试算一下 假设我们刚刚是存到100万了嘛 预估就是出社会几年才能达成这个成就 假设30岁好了 那到65岁我们还有35年可以工作可以奋斗 就用比较高的0.5%报酬率来做估算 那最终你的资产会累积到119727块钱 这边试算是用那个新展银行的网站 我们可以请后置帮我们上在这个荧幕上 蛮方便的 蛮方便的 就是听众也可以实际去按按看 对那我们扣掉100万 等于35年下来你比原本的本金还要多了19万0727元 这样确实是没有很多完全无法应付物价的上涨 而且你购买力变小 除非你真的是钱非常的多 不care的话就ok 不然的话活存真的是不太聪明 那我们就接着来说 第二招是定存 它的报酬率大概在1%到1.6%之间 我觉得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高利活存 也可以算在这个类别 对活存跟定存大概就是大多数人最早接触到的理财方法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会去银行跟邮局嘛 就会存那个红包钱 然后除了把钱存进去之外呢 银行员可能就会问你说 你短时间内有没有要用到这笔钱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可以改存利率比较高的定期储蓄存款 这是我出社会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理财主力 我之前还有跟听众分享过 因为我爸妈还有长辈交给我的就是存钱这一招 所以小时候可能有个一两万 我就会存存定存 对小时候那个年纪来说 我当然不会觉得那个利率很低 然后每年啊 可能看钱增长了几百块钱 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 那你很厉害 你这么小就会理财 我小时候拿到那个红包钱 就会立刻拿去买房偶啊文具 好在你赚钱赚很快 所以没有太沾一这个红包钱 那我们一样来做一下试算 条件跟前面设定都是一样 那报酬率就用比较高的1.6% 经过35年的资产 会从100万变成174万2930元 就多了74万2930元 跟存存比起来是有感的不少 对啊而且台湾啊 其实在整个世界来说 我们的通货膨胀率蛮异类的 因为控制的很不错 为了去查过去十几年啊 平均下来看 定存的利率啊 其实大概可以cover通货膨胀 所以你资产放在里面 我们可以说钱虽然没有特别长大 但也没有因此缩小 所以这招也是适合 比较不用为钱烦恼的朋友 或者是你懒得研究 投资理财啊或股票 你就是钱丢银行 风险也是很低 如果你追求资产要成长得很快 那你就是要继续看下去 第三招是储蓄险 报酬率大概在2%到2.5%之间 储蓄险其实是蛮多台湾人 会接触的投资理财项目 尤其是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 他可能就会觉得钱不多 然后又怕很多诱惑会乱花嘛 所以就强迫自己存储蓄险 加上又有一点保障 所以就是还蛮受大家的欢迎 只要想清楚啊 前面的钱交出来 基本上是蛮安全的选择啦 所以储蓄险啊 也被算作固定收益的一种啊 基本上储蓄险啊只要不提前节约 也就是我们想清楚 前几年都能缴得出钱 风险是几乎没有啦 所以可以算成固定收益的一种 不过我们也知道啊 这些钱基本上就是受险业者 去投资债券获得的收益 所以直接比较的话 急于投资债券肯定赚多会比较多 那我们就一样来试算一下 报酬率就用比较乐观的2.5% 35年之后到了退休的年纪 你的资产会有237万3206元 这个数字比前面两个有感了非常多 比本家还多了137万多 第四招啊就是刚刚说的债券 报酬率大概是3到4%之间 那债券的种类啊非常多 总有公债啊公司债 也有分投资等级非投资等级 还有不同的年期 要聊啊这个可以再花一集的时间 我们之前有大概介绍过啦 那简单来说最容易参与的方法 现在就是买债券型的ETF 债券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 就是可以当成固定收益的一种 投资等级债券也是资产配置的一环 因为长期走势跟股市呈反向 所以它就有保护资产的一个功效 那我们报酬率啊 就取个中间只用3.5%来算好了 35年过去啊 100万的资产就会成长到 3333591块钱 跟本金相比啊多了2333591块钱 如果你是风险承受度比较低的朋友 债券其实算是还蛮OK的 虽然没有办法让资产长大非常的多 但长期应该还是能够打败通膨 最后一招报酬率最高的 也就是我们节目上聊最多的 股票跟股票型ETF 报酬率啊大概是6%到10%之间 这个论举听起来是蛮广的 如果啊我们用全世界股市的长期平均来看 大概是6%到7%之间 台湾人最熟悉的台股跟美股市场啊 表现比较好一点 大概有9%到10% 当然这边指的啊都是投资整体市场才有的绩效 如果你投资的是单一个股 那那个上下线就非常大可能发大财也有可能赔到脱库 有一部分的人觉得买股票真的很可怕很危险 确实真的是选错标的你就可能血本无归 我觉得蛮能理解长辈他们可能经历过 你知道台股曾经 惨痛的经验 最好的年代涨到一万两千多 但是很快又一路下坠跌到两千多点 很可怕 然后之前还有08年的金融海啸啊什么的 如果他选到体质不好的公司 那你的那个股票真的直接变成壁纸 贴在家里变成了装饰 或者说什么海水退潮就知道到底谁在裸泳 价格真的就是回不去了 但是这几年ETF投资兴起 一次持有一篮子的股票 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比较安心 不过我觉得不管是投资 ETF或是股票 重点还是你有没有做功课啦 因为详细了解这间公司的产业 你知道自己在买什么 其实不是跟风独一把这样子 怕给听众太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就用报酬率7%来做估算好了 这个数字啊大概是0050长期的绩效 也就是20年的绩效来打7折 经过35年你的资产会成长到 1676,582元 哇很多 因为跟最初的100万相比 资产真的是大幅的增加 前面四个比那个急剧也成长了很多 多了9676,582元 真的是很多 7%听起来不是非常大的数字 不过因为时间的成长嘛 可以让你越滚越大 时间跟富力的加持 而且我们投资啊 也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这100块 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工作 持续的存钱 只要持续投入 相信长期的时间 都可以得到不错的回报 对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尤其是刚存到100万不久的人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执行的话 那你就是可能还没有设定清楚的目标 可能不知道股市的风险啊 那你一定要先想清楚再下手 一定要想清楚啊 自己投资 追求的是大概怎么样的报酬率 想清楚自己能够承担怎么样的风险 如果你真的不太懂 那就先不要碰 先去做研究 先去做功课 对 还有一句话就是 赚你能把握的钱 不要太好高骛远 不然开杠杆 甚至是投资虚拟货币 有可能赚很多 可是其实这是少数 因为那个风险真的是 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 那个上下波动的幅度 相信绝大多数人 在坐云霄飞车 晚上根本睡不着 这样子的话 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对生活也不太好嘛 我们追求的投资跟报酬 是在合理的风险下 让财务能够稳健的成长 不要把投资当成去赌场拼一把 如果你真的想赌 那你不如买威力财 大乐透 呱呱乐 才可以做工艺 还有就是每个礼拜 要收听我们的节目 就是可以成长非常的多 我跟强妮会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我们投资上的心路历程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留言 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分享